我告诉你啊 很多这种土豆买回来 只会炒土豆丝 都吃腻了 今天教你一个不一样的吃法 土豆开水下锅 加一勺白醋 烫个30秒后 捞出来用清水过凉 然后加一勺淀粉 给它抓拌均匀 油温6成热 放入土豆 开大火炸 炸个三四分钟 炸至金黄酥脆 就可以捞出备用 锅里有底油 放入蒜泥 青红椒洋葱粒 把它的香味炒出来 倒入土豆 好吃的关键啊 就是这个9块94包的蒜香椒盐粉 价格也非常的划算 用它做个椒盐大虾 椒盐排骨 都非常的好吃 给它翻拌均匀就可以出锅 这样做的椒盐土豆 孩子们抢着吃 你也去做起来吧 很多人把这种丝瓜买回家 不是炒着吃 就是炖着吃 都吃腻了 今天这个做法 你肯定没见过 清爽不油腻 6块一斤的丝瓜 去皮切成小块 加一勺盐 用清水浸泡个10分钟 这样丝瓜就不会黑了 盘子底部垫上粉丝 放上丝瓜 好吃的关键 就是倒入一包这个蒜蓉酱 用它可以蒸茄子 蒸扇贝 蒸生蚝 都非常的好吃 蒸锅上汽 蒸个6分钟 撒上葱花 浇上热油 这样做的蒸丝瓜 清爽不油腻 好吃又下饭